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是从事金融行业 很难周末听怎么看待市场的热点与方向 看看新闻 看看软件上涨跌幅 数字太乱了 那么你就需要专业人士帮您把把办 说说逻辑以事实了 原油就是汽油的原材料 把原油加工提炼后就变成了我们日常开车所用的汽油了 如果你是开车人士肯定已经发现最近的油价又上天了 其实从历史经验来看七八月份是北半球的夏季嘛 人们外出时间多 对油气的需求是普遍比较大的 很正常会推升油价 但是本来油价在全球打击通胀的背景下依然狂飙不止 可就没有季节性因素那么简单了 原有也被称为液体黄金是事关经济和百姓生活的重要指标 更是头号通胀指标 它的背后是美国与中东产油国组织和俄罗斯的博弈 其实美国也是富有石油资源的国家 但是金铭炉炉已经不大量的开采与出口 西德克萨斯中自有了 目前世界上主要靠石油发财的就是欧佩克组织了 油价很低 他们肯定是亏的 所以这个组织就经常调节供给来控制油价 油价太高了 可以增加供给 薄利多销 油价太低了 可以减少供给 提高利润 现在的背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选举要打击通胀 那就是要压低原油价格 而两者的火腰味可谓是不要不要的 从供给端来看 目前欧佩克与俄罗斯是完善的 他们已经达成了共同兼产协议 持续时间将至10月份或年底 目前美国原油的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到86美金每桶 就是对这种供给减少预期的反馈 另外从需求端看 最大的需求方式中国 现在市场对其经济前景也逐渐不那么悲观 如果没有一系列糟糕数据的出现 还能再出台一些经济刺激政策 那么相对乐观的情绪将会再助推油价 经市场上一些较为独立的分析研究显示 本人美国原油的价格可能大概率还会再升至90美金每桶 如果短暂下跌的回测的话 83883到84区间的都是一个强劲的支撑 即使你不懂交易和投资 买点原油期货对冲下暴涨的汽油价格 是不是也是一个挺强的策略呢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说这些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